萊豬 没有食安问题 只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国际法典委员会 它订定一个最高残留量的一个标准 是经过很多动物试验 也有人体的试验 萊豬没有食安问题 它建议一个叫做 每人每公斤每天能吃一个维克 那如果60公斤的人呢 它你就可以吃差不多60个维克 那这这个都是从人体试验得来的结果 是有科学的证据 因为台湾人呢 最主要是吃我们本地产的这个猪肉 所以我们每年每人台湾人 吃美国进口猪肉呢 只有0.5公斤 所以这个对健康呢 完全不会有影响